阿弥陀经书超 作为大德比修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书文 二 旧明 第一 出阴沉 二 果正 三 总结 出阴沉 从知而万类贤修 旧疾夫一心不乱 不念佛前念念成老 所谓一刹那间九百生灭 生住一面 分计投数 无量无边 天眼莫屈 名万类也 此万类则 假灭则一生 而去则肃反 百计除之 终莫能得 今以此名之力 正念财局 杂想自除 欲如 狮子出窟 百寿浅中 稿日照双 千灵十百 明 闲修也 故 永明 为 有人 属兮 绝观 不修 念佛 称明 急迫 绝观 此其 燕也 修之 又修 穷 其 原本 故云 救急 至于 一心不乱 是为 成就 念佛 三昧 好 先看这个 好 这是 通续大议的 第三 大段 特别开始 持明 为要约 前面呢 第一个小段呢 是 比较了 无量寿经 和观经 以及 阿弥陀经的 持明方法 表明 持明是 念佛法门 最为 精要的 好 那么 今天呢 就说 这个持明念佛 要探究 他的 利益了 这个探究 利益 又分 三小段 第一 就是 因 你修行 知因 成就 第二 是果正 你 因心的 成就 就会 表达在 念佛 三昧上 念佛 三昧的 境界 如何 第三 是 总结 好 那么 现在 这就 第一小段 因成 这两句话 从知 就是 特别 谈到 持明念佛的 利益之后 你知道了 一句名号 就是 实相 就 原色 一些 行门 你有这种 信心之后 你就 万类 咸修了 就不打 其他妄想了 就 使尽 偷心了 使尽 偷心了 那就 莫幻 提摸 一心 一意 一向 专念 阿弥陀佛 念到 极处 就是 妄想 让他 修之 又 修 放下 又 放下 直到 最后 就得 一心 不断 好 这两句话 意思是 很 丰富的 那 为什么要 把万类 都 修止 下来 万类就是 我们的 妄想 杂念 在 不念 阿弥陀佛 名号之前 我们 每天 打的妄想 都是 五欲 六成 就是 念念 成老 成就像 灰尘 那样的 多 那样的 不干净 老呢 就是 让我们 很 劳累 不 安逸 这就是 内心的 这个 念头 就是 在里面 动荡 动荡就 向外面的 六成 是 崩溢 这就是 成老 之像 在这个 妄想 杂念 常常 我们还 不是很 了解 心不 知 心不 知心 那 这个佛在 大小圣经典 都告诉我们 我们的 妄想 杂念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们 众生 接耳一念 接耳一念 就有 九十个 刹那 九十个 刹那 那么 一个刹那当中 就有 九百个 生命 九百生命 那么每一个念头 它都是一个能量 每个念头 都是一个因 种子 以后果上 都会显现 它的 身形的 这个我们是 不知道 所以讲 这样的念头 有九百个生命 它生命 它生命 就是生 住 亦灭 这个四种 象状就用 就写了两个 生 灭 那生 就是表明 这个念头 原来 没有 没有 忽然生起来了 这个灭 表明这个念头 一下子 就没有了 这个意义 表明这个念头 一产生出来 它就会变化 住 是表明这个念头 起来 暂时 暂时 有点作用 所以念头 生起来 住一下 马上变异 马上灭掉 灭掉之后 又下个念头 又是起来 又是生住一面 那么这个念头 第一个念头 和第二个念头 它是分计 分计就是 有彼此的差异 这个头数 就是它的 头 就是各有头绪 各不一样 可能第一念 是一个善念 第二念说不准 就是恶念 它和善上恶的念头 无际的念头 是自己控制不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妄想杂念 无量无边呢 无量无边 一般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天眼通的天人 来看我们的 这个妄想杂念呢 都没有办法了解清楚 但是如来昔知昔见 众生的每一个妄想杂念 如来昔知昔见 这就叫万类 我们知道自己是 妄想杂念的凡夫 每天就在妄想杂念堆里面 过日子 这是我们的一个 众生相的基本象状 有些人不明白是道理 他常常问一个问题 说我不念佛 我还挺亲近 怎么一念佛号 觉得妄想杂念很多呢 其实不念佛 照样有妄想杂念 但是有妄想杂念 你不知道 通过念佛 你知道自己有妄想杂念 不是说你原来 没有妄想杂念 是因为念佛 把妄想杂念念起来的 不是这个 那你知道有妄想杂念 就是一个进步 我们比这个房间里面 空中有什么 你可能什么都没有 但是如果借助窗 窗子的一举阳光 你透过那个阳光看一看 是不是就能看出很多灰尘呢 那你不能说这个灰尘 是由阳光来的才有的 阳光没有的 照样有嘛 幸亏有这一缕阳光 你才知道有灰尘嘛 好 那么这样的妄想杂念就是 一念灭了 下一念起来 这个过去之后 马上又返回来 不请自来 挥之不去 你要对这个妄想杂念 我要想办法把它扫除 除掉 非常难 抽刀断水水跟流 而往往呢 你还不要去跟妄想杂念去对视 妄念虚妄的当体即空 你不要去理睬它 不理睬它那怎么办呢 妄念是病 佛号是药 你就去念佛 如果非得要 我要除掉妄想 禅中有个装着秀才 它有个 它开悟的一个记 参十双禅师 它那个开悟记 其中有两句 断除妄想 从真病 取向真如意识邪 你想断除妄想 这就重新就真了病了 好 那么 这妄想杂念 我们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修行人很关注的问题 好 那么 前面谈到 阿弥陀佛是万德皇民 万德皇民里面具有力量 这个力量是 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实力 四种无畏 十八不共法 无量的威神力量 这就是我们对峙妄想杂念的方法 你只要念这个名号 这叫正念 禁念 你这个名号一起来 你妄想杂念自然就会消除 那就这个比喻 比喻这个狮子出窟 一头勇猛的狮子 百兽之王 他一出窟 四个脚 这个距地 大吼一声 大吼一声呢 百兽浅宗 百兽浅宗 这些天上飞得 赶紧飞得很远 水里的水族众生 听到这个狮子吼 赶紧浅到水底去 这些走兽 这些走兽一听 都纷纷地逃跑 甚至说 这个大象 都会奔走湿粪 瞎得赶紧跑 都拿大便 所以这就表明 这就佛号 就像狮子 这个百兽代表我们妄想杂念 这是一个比喻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 稿日照霜 千临十百 稿日就是 像中午的太阳 非常的 至盛 早上 可能 打的霜 你打霜 所有的树林 都是白颜色 但是这个稿日 一起来 它就会浓化这个霜 一浓化 所有的森林的白颜色 就没有了 没有白颜色的白霜 它就显出了 它的翠绿的树叶 所以这个稿日 也就代表着 阿弥陀佛的正念 这个白霜 就代表那个万绿 自然它就会浓化 这点其实 大家在念佛的实践当中 都会有深切的体会 你只要专注念这个名号 念这个名号 把它念清楚 听清楚 内心就会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清净 真的像清水珠一样的 使这个浊水就清沉下来 佛号投到我们内心 我们内心就 随着这个佛号的力量 逐步的有序 逐步的宁静 逐步的平等 逐步的那种智慧 你认这句名号 当你的贪心起来的时候 秤恨心起来的时候 这句佛号有很大的 那种辅助的力量 好 所以永明元寿禅师说 这就引证念佛的功能作用 那有人组数习观 这也是小乘法 一个二甘露门了 数习能够慢慢地 能够让我们进入禅定状态 数习观 数习观就是 你要数初入习 从一数到十 再从一数到十 这是对之散乱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个 数习观可以通世间的禅定 也能听通初世间的禅定 一般的小乘的禅定 都从这个数习观而入 那么数习呢 他开始是绝观不修 就是有绝有观 绝观以后在玄章大字翻译成 有寻寻室 有寻有适 这个绝呢 是代表那种粗一点的分别 粗一点分别 观呢 代表细的分别 这个粗心在对境上 这就是绝 细心观察就叫观 那么有绝有观 也属于初禅的状态 初禅叫离生喜乐地 那进一步绝观呢 下一步进入二禅以上呢 就无绝有观 或者叫无寻有适 这是二禅以上的境界 到了三禅四禅 就是无绝无观 或者叫无寻无适 好 那你就把这个 你有绝观 无论是粗的分别 还是细的分别 它都是阻碍这种 向心性切入的一个阻碍 因为你有绝有观 有绝就有能绝有属绝 它有能属的对待 你一定要破这个绝观 破这个对待 好 那么你绝观不修 你老是有绝有观 有观有觉 这就是病咯 修行上的病 你怎么样的 突破它 这里就有一个 对峙的方法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能突破这个 绝观不修 那为什么呢 你把这个佛号 念得自制分明 这就是绝 念得纪念相继 这就是观 他也是有绝有观 但怎么去超越它呢 去破它呢 那么这里面 就有一个我们能念的心 和属念的佛号 跟一般性的 跟一般性的 觉观的这种对待 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 就是 弥陀的名号 是依据众生的本觉理性建立的 我们能念的心 也是这样的本觉理性 它两者是同构的 同构呢 那就是 你开始你念佛号 实际上它也叫 有念就是乖为佛心的 它也是不真实的 但是呢 我们原来的妄想 杂念很多 你让它没有 想做到无念 做不到 所以呢 它就善解方便 要借助一种 另外一个念 来转 原来的念 以弥陀的 亲近的念 转原来的 妄想 纷飞的 揽着的念 这个转呢 就有点 以独攻独 用兵止兵 那以独攻独 这个通过转化呢 独进兵消 那身心就安乐了 你这个 跟这个弥陀名号 开始有个能念 能念的心 鼠念的佛号 然后再通过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最后是全佛 即兴全心即佛 心外无佛 佛外无心 心佛打成一片 这就是 心佛打成一片 那就是 就进入到礼池了 进入礼池呢 你这个就切入到三昧状态 正知 正受 正定 这就止于一心不乱 那么一心不乱 无论是 事一心不乱 还是理性不乱 都可以成为 念佛三昧 那事一心不乱 它是 辅断见识 或理性不乱 是 破 无名 好 所以这里 谈到 这个一心不乱 是穷其原本 固云救济 求你原本 这个原本就是我们妄想杂念的源头根本 妄想杂念从哪来的 全真 其妄 是从真如自信里面生出的妄想杂念 那就从妄想杂念的源头切到它的源头 你的妄想就浓到了真如自信去了 这个穷就是你的妄想杂念消除了 回归到那个 这个就是波浪 回过到大海去了 这时候就切得到离心 这就叫念佛三昧 好 请看第二果证 乃知匪离魁步 保持永世色之花 不出妇亭 今地绕七重之树 处处迷途说法 时时连蕊化身 真轻 以树鸟谐音 穷愿 共茅堂并采 好 这堂呢 就是念佛三昧的果证 念佛三昧的境界的描述 这个境界就是自然中自然像的 自然之有根本 自然光色惨悔 这种 心花露放的情况了 那通过这个 这个切读道 一心不乱 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就知道 极乐世界 就在当初 所以讲到 因为为什么极乐世界当初 这时候你显现的是你的妙明真心 妙明真心 心包太虚 亮灼杀切 西方极乐世界就是 在真心之内 真实的 所以你这种妙明真心的 这样的一个 发露 灵光毒药 窘托根层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 自信清静光明的体性 就显现出来了 显现出来 十万亿佛萨 至遥远的莲花 也就在当下 不离寸铺 就乃滋 不离魁布 就是不离当下的一寸铺 七宝池 就涌现出 清黄痴白 四色的莲花 那不出你这个院子 黄金地面上 就有七冲 横树 在围绕 这就是树 代表这种 觉悟 觉灵 这个倒树 滋长 繁茂 长养 逐善的体性 用这个七重 横树 来表达 所以十万亿佛萨 的极乐世界的七宝 横树 就在你的庭院里面 不出父听 经历 要求 处处 弥陀说法 这时候真的是 毕罗赵那 遍一切处 阿弥陀佛法身 遍一切处 处处都是 弥陀在说法 不仅是正报的 圣经在 在讲经说法 那么 就是 一报 也在讲经说法 这个 西光三色 都是 阿弥陀佛的法身 缺造 鸭鸣 鸟的叫声 都是在说 圣神的不如 这处处就是 一切时 一切处 都有着 阿弥陀佛 犯阴的法音 这是念佛上面的境界了 其实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 没有间断的 自然说无间断 但我们耳根 已经被 捏力所阻挡 我们 听不到而已 虽然听不到 弥陀处处处说法 仍然还在 好 时时连累化身 时时连累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是 时时都有 这个 真轻 真轻是代表 极乐世界的那种 从光明所显现的白鸟 杂色的鸟 这是真轻 那么 于我们这个世间的树鸟 就是我们 这个是一般的 繁鸟 共同 发出了 和雅的 阴声 极乐世界的 那种穷楼玉宇 七宝的楼阁 跟我们这个世间的 茅草屋 也发出了 同样的 光彩 这些都是 在谈到 这种 阿弥陀佛法身 变弃处的时候 一切都平等 情与无情 统原种制的 这种境界 那么 空间的概念 也在打破 极乐世界 就在 当初 所以 得到这个 一心搏乱 才 使之 使之就好像 从梦里 醒过来一样 才知道 这个 四色莲花 七种杭树 种种楼阁 种种白鸟 就是 极乐世界的 无尽的庄严 都在我们 自信之内 本质具足 不在心外 那么 这样何必 一定要 跟亲自听 阿弥陀佛说法 才叫 弥陀说法呢 就在 持土 就能够 听到 阿弥陀佛说法 也不需要说 说仆世界的 硬坏了 才开始说 是 净土文成 这个比喻 大家要了解一下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正当 念佛三昧 实际上 你当作就在极乐世界 你在当作就在 听弥陀说法 你当下也就往生了 不需要你说 还要捏爆生 死亡了 才叫往生了 那么 印坏文成 这个是净土法门 常常用的一个概念 我们要说明一下 这概念首先来自 《大涅槃经》 第二十九卷 佛谈到众生的这种 这种轮转的现象 那么我们当下 五音 捏的时候 中音声就会连 就续声 马上升起来 就好像你的灯 点着了 暗就没有了 但你的灯灭了 暗就升起来一样 是这样连续的 好 用这样连续来看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当下的五音 跟中音声 和以后的头声的后音 就是这样的一个 相似相续的状态 这样相似 相似相续 你不能说它就是一 它是相似 你也不能说它 不是一 它又有相续 这里就比喻 就用拉 拉印印泥 你用一个拉住的一个印 你把这个拉印印在泥巴上 泥上 这个印 跟这个泥合在一起了 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 印就灭了 跟泥混在一起了 但是印上的纹 就沉了 所以这样的拉住的印 它不能说它没有 它没有灭掉 它在泥里面 那那个纹 你所显现的纹 它是从拉印里面显出的 纹不是从泥里面出来的 但也不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 是由于这个拉印的因缘 生了这样的泥巴上的纹 那用这个来比喻 拉印印泥 表明现在 我们的五音的声灭了 就死亡了 马上 中音声就升起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五音 你不能说它跟那个中音声是一 但也不能说它跟中音声不是一 就用这个来比喻 由于有现在的中音声才升起了 由现在的五音才升起了中音声 就像这个印印在泥里面 这个印坏了 那个纹就沉了 那印坏纹沉 它只是时间上的差异 好 那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种轮转现象 肉眼是看不到的 天眼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我们看到那些 有死亡 瀕临死亡体验的人 他们回来 他们所讲述的一些情况 跟这个一样 比如说他死亡了 死亡就是中音声了 神是出去了 就成了中音声 他会看到他躺在肠上 医生在抢救 他的家属在提哭 痛哭的情景 他这时候 他飘到外面去了 他都 就能看到他的身体 看到是 因为他在中音声阶段 他进入中音声 他还有执着一个我 认为自己还是 还活着 你们哭什么 他就会从那下来 就想告诉他的情书 你们不要哭 我还在 但是赚来赚去 他推他的情书 情书都没有感觉 还是照样哭啼 因为这时候 他那个中音 是一种精神的 这种现象 跟我们的肉体 已经不产生关联了 虽然他在说 虽然他在那里推 但是活着的人 都感知不到 也看不到 这就是肉眼看不到的 所以这个中音声 他就在一个 飘荡状态当中 他也要饮食 这时候一般 他是思维上的饮食 或者接触饮食 摄取 接触饮食 所以你可以 为什么要供点 饭菜 对中音声阶段 是有好处的 所以他这时候 他会在中音声阶段 他的境界不一样 如果他原来生情 做了很多善业 显现的善的境界 恶业就显现恶的境界 这时候 他在这种飘荡状态 他一定要找到一个载体 他要执着 他要攀缘 所以他为什么会投身 如果你跟哪个 跟父母有缘 这时候父母在交汇的时候 他就随着孽缘就过去了 过去那如果他是一个投身男孩 他就对他的母亲深情的爱恋 对他的父亲深情 诚恨排挤的心 这样他的父亲的经验 出来的时候 他以为是自己的行为 自己就很高兴 很快乐的样子 但经学一会合 他就进去了 进去就一下子坐胎了 他就迷糊了 迷糊了 等他一睁开眼睛 就所谓的投胎了 投胎出生了 所以这个人出生 他就是自己的这样中阴身 和父母的姻缘 这三种姻缘 显现出来的 所以出生之后的五阴 也像奴印印尼 所以就用这个来表 硬坏文成 这一世的念报身坏了 下一期的五阴身显现出来 那用这个 我们常常是比喻极乐世界 比极乐世界念佛行人 你在灵命中时 你死亡了 就是这一期的念报身 五阴身灭了 马上 你见到的是极乐世界的莲花来接 这个莲花来了 你自己看到自己的神石 坐在了那个金色的莲台上的身 那个身体就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声音了 出生的五阴了 所以你看这样的临终接引院 就直接告诉我们 一个念佛行人是不经过中阴身的 他这一期的念报身五阴出来 神石一出来 马上到莲台上 接引往生 这是阿弥陀佛十九月 一切念佛行人 都要来接引的一个最大的 给我们最大的恩德 如果我们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 靠着自己的禅定的力量 自己修行的功夫 我自己要去极乐世界 那就麻烦了 等我们神石一出来 我们神石出来都拔空不住的 还是迷惑颠倒的 而即便你说我要到极乐世界 你看这时候东南西北 都不知道往哪个地方跑 所以接引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像文昌帝君这样的一个 在周代就开始修行 他也想到西方去 结果他可能是没有真正了解进度方面 只要朝西方走 而自朝西方者一看到洞庭 洞庭湖旁边坐山 景色非常秀丽 一念贪恋 就到那个山里坐山神去 那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 这个空间的距离里面 有很多很庄严的净土 你一看 不错啊 就留下来了 你就很难到达目的地 所以这个结引就很重要 你只要神是到了连胎里面 连胎一闭合 没有你打妄想的余地 直接把你带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去 这就保险 好 那么到了念佛三昧的情况 无论是极乐世界的真心 还是我们这个世间的树鸟 极乐世界的穷楼育鱼 还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建材很漏裂的茅棚 它这里面都被理一心不乱 大平等的心摆平了 没有优劣 敬慧的差异 这就是西方净土就在眼前 好 请看下面 三 总结 盖由念空真念 深入无声 念佛即是念心 生彼不离生辞 心佛众生一体 中留两岸不拘 故为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 好 先看这个总结 这个总结从理上来谈 都是很深入了 为什么你从音形上 就事项上支持弥陀名号 妄想杂念修之又修 最后切入到一心不乱 念佛三位境界 极乐世界就在当初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时候才有资格谈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了 那么为什么会切入到念佛三位 这是由于念空真念 念就是我们能念佛的这个念 那么真念 什么叫真念 真奴之念 就是真奴的体性 那念是我们修行的行为 你就开始有能念和俗念 天天都是心不敌佛 佛不敌心这样念佛 念到极处的时候 念到极处就是能念和俗念 打成一天的时候 这时候就离开了 离开的那种念向 离开念向 因为能数一卢 切入到不二 这时候你念就空了 念空就是无念了 离开这个念向 无念的体性 就是真奴的体性 这时候真奴的体性就叫真念 这是大平等的境界 法界一向 平等的法身 你就切入到平等的法身 这叫真念 所以你能念和俗念的生命念空了 这时候你才能够切入到真念 这是念空真念 生路无生 第一个生是从我们凡复来看 我们有生灭心 有生出一灭 这个生和死就是 生就是我们生起来 灭就是死 所以我们每个念的时间 都在经过一个生死 那生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 这个妄念的生 那那个无生 就是不生不灭的 叫无生人 那么这个生 我们比如说往生 往生本来是没有体性的 它是缘起法 无自信 但有一个生是以我们的念头为体性的 就是我们在现象界的一切法 都是以妄念得以助持的 所以这个生是建立在我们念头的技术上的 那么现在你通过念佛念佛 你切入到无念 念空了 念空了 那自然就切得到无生去了 因为你这个念头没有了 这就是好像皮质不存 猫将安妇 那如果你念空 念空就有点禅宗 讲的虚空粉碎大地平成 因为一切的山和大地虚空 山和大地建立在你的念头技术上的 现在你的念头没有了 空了 那可不是大地平成 虚空粉碎 没有了 那你这样就不是 从有生就物证到了无生去了 就这个道理 这就从生灭顿路到无生的这样的境界 也就是大师之菩萨讲的 以念佛心入无生人 好 那到了这种情况 那你就了解 念佛即是念心 因为你到了那种真念的田地 这时候念佛已经没有难念和数念了 难念心外 无有佛 唯我数念 数念佛外 无有心 难念依佛 那这个心佛打成一片的时候 不二的时候 你念佛可不是就是念心吗 一生佛号一生心 这时候的佛号跟心 那这个是真奴自信的心 佛号是实相 这个真心也是实相 实相和实相 奴空硬空 似水投水 打成一片了 所以 既佛即心 既心即佛 心佛亦如 佛外无心 心外无佛 心佛不二 心佛亦如 就这个境界 在念佛经验心 身比不离圣词 你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这个我们娑婆世界和极乐净土 就没有彼此的这种差异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真念显现出来 就是你真如的体性显露出来了 那真如体性是包裹一切虚空法界的 所以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内心里面 你往生极乐世界 也是实际上就是生到自己的心中 所以 彼国就是此国 此国就是彼国 没有彼此的差异 这就叫生彼不离生此 突破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 好 这样也就能够限量的认知 心佛众生一体 佛心 一切众生的心 和我们当下借而一念的心 它是同体不二的 是一体的 中流两岸不拘 这都是一些比喻了 这时候你在一个无念的一心不乱情况下 两岸 两岸 此岸和彼岸 这叫两岸 一般讲此岸就是娑婆世界 彼岸就是极乐世界 中流 那极乐世界呢 是乐 娑婆世界是苦 那中流就是不苦不乐 好 如果我们业力凡夫 念佛还是有能所的对待 没有切入一心不乱 那么中流两岸就是界限分明了 截然不同 我们这个世间苦悟 极乐世界乐 中流两岸的中流 只不苦不乐 好 现在切入到念佛三昧 生彼国 不离生此国 这时候就不会见到有彼岸 你不会有彼岸呢 也不会有此岸的对待 好 这样呢 显现就是自信弥陀 就是阿弥陀佛 全体是我们的自信 极乐世界全体的上演 都是我们唯心属性 好 请看下面 成上书因妙果 正有念佛至于一心 则念疾而空 无念之念 未知真念 又念体本空 念时无念 明真念也 生无生则 达身体不可得 则生而不生 不生而生 世民以念佛心 如无生人 如后教起终变 故知终日念佛 终日念心 次然往生 即然无往一 好 先看看这样的 书文 好 就是 街上前面谈的书因 就是信愿知识名号 这样的因 特别殊胜的因形 所得到的 念佛三昧的果证 这叫妙果 这个书因妙果 其原因就是 知识名号 到了一心不乱的情况 一心不乱的情况 就念疾而空 念疾而空 甚至从修行的角度来看 这个念 我们念佛的念的体性 本来是空的 但是我们还切读不到 这样的无念的体性 所以就要去通过 念这个名号 念到极处 就是一心不乱 能念所念打成一片 这时候就空了这个念 空了这个念 这就是无念之念 无念就是无属柱 无柱本 这时候无念之念 就叫真念 好 这是从修行一方面来看 是通过念佛的修行 得到这个真念 还有一种就是 你去体察 观照这个念的当体 这要有很强的 般若智慧的穿透的才能 才能够把握 我们的念佛的念 只要有念就是有生灭 只要生灭 就乖为真螺自信 因为真螺自信 本身是无念的 无助的 无相的 所以这个生灭的念的体性 它当体极空 所以念 我们念实际上 体性是无念 就叫真念 所以一般是要通过修行 才知道念体本空 如果功夫不到 也很难体会到这个念的体性 本来是空的 那这里面是像 正因为我们的念的体性 本来是空的 才能够让我们通过修行 得到念疾而空 如果我们念的本体 是有的 是不空的 那你就纵然 你就是念到猴年马月 你也空不掉 你也切入不到 那个空的体性 所以这个本觉 始觉和究竟觉 它的体性是不二的 那么我们念力凡夫 就被这个生灭的念头 所蒙骗 由这个生灭的念头 建立我们的正报和一报 就认为这个正报和一报是真实的 但殊不知这些外界都是虚妄的 是由于我们念头是虚妄的 真正生命的本体的真相 实相 就是无念的真如的体性 我们修道的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迁入到这种无念的真如的体性 我们往生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我们快速的误证到这个境界 所以你想 生和无生也是这样的一对范畴 你如果当下了答 往生体 生的体性 是了不可得的 是毕竟空无数有的 所以你就能了解 生实际上就是不生 那么但是不生 不生的体性获得到 它又能生 不生为空 但又有不空的东西在里面 空 而不空才是中道 你只做一个空 不能有不空的那种妙用 那也不是佛法的真理 所以我们能够入到无生人 不生不灭的那种法人里面 就是由于我们的这种自信 本身就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这个在后面的教起 教起缘起里面 大教缘起里面 还要了解 这个明白的人 知道这个心本空 密心了不可得 禅宗为什么 明心见信 明了这个心了不可得 才见到不生不灭的自信 你悟到的这个心 本来没有的 密之不可得的 心空的 那你就终日念佛 终日无念 这叫生而不生 但虽然是终日无念 但终日无念还要终日念佛 不生而生 这样就叫以念佛心 如无生人 那么自然往生 非常恳切地要求往生 实际上当下也极然无往 虽然极然无往 那是不生灭终 生的事又宛然 好 请看下面 心佛众生者 今云 心佛即众生 是三无差别 盖心即是佛 佛即是生 足佛心内众生 念众生心内足佛也 故云一体 中流两岸者 说破欲词 极乐欲彼 使焉厌苦心乐 既焉苦乐伤亡 忠焉亦不助于 非苦非乐 所谓二边不拙 忠道不安也 自信弥陀 唯心净途 意盖如是 事则禅中净途 殊途同归 以不离自心 即是佛故 即是禅故 比直禅而绑净途 是绑自本心也 是绑佛也 是自绑其禅也 以福师而以医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这是大乘圆等佛法的 一个非常重要 基本的原理 那么 在华言经讲的 华言经讲 心佛其众生是三 这三则是无有差别 为什么没有差别呢 是由于心 即是佛 为什么心即是佛 这个三法 为什么是一体 实际上 这个 诸佛 众生 即心 这三个概念 都是假名诗色 那么这个假的名相 当相 他也是元启法 他也没有实在自信 他也是空的 今天是空 那这个全体就是真卢 那在真卢当中 心佛众生的 这样现象上的差异 在真卢自信的层面 他就相激 他是没有差别的 这就是一体 不二 既然是一体的 那么我们既然三则 没有差别 是由于我们 迷失了这样的无差别的法 我们才是众生 才有众生的名 那物质的这个没有差别的 这种体性 这就是所谓诸佛 那既然是一体的 那么我们 我们众生就在佛的心里 佛也在我们的心里 诸佛心内的众生 我们这些在阿弥 比如诸佛换一个概念 阿弥陀佛法界葬身 阿弥陀佛心内的众生 念众生心内的阿弥陀佛 你说这一下子就不很亲切了吗 所以 很多人就比喻 这就是好像一个 骄儿 伏他的慈母一样 你怎么伏 慈母怎么应 当下应 因为他是一体的 今天是一体的 这种感应是当下的 而且感应是绝对的 你只要真诚去感 阿弥陀佛当下就会解决我们一切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彻底的相信了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话 那么我们的一切的困难 阿弥陀佛都能给我们解决 因为他了知 而且快速 他跟我们同体 那么观经直接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法身 就录到我们的念头里面 是法 诸佛奴是法界身 录一切众生 心想中 那为什么录到我们的心里面 这也是一体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你只要 既然是一体 那当然是心 诸佛是心是佛 你只要你念阿弥陀佛 你当下能念的心就是佛 一体 然后你要开发智慧 诸佛正变之海 从心想生 你只要念佛 你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智慧 就在你每一身佛奥当中显现出来 因为它是一体 中流两岸的比 以娑婆世界 比喻此界此岸 极多世界比喻彼岸 那有一个 这个凉土的 这样的距离的概念 十万亿佛杀之遥远 我们娑婆世界在东面 极多世界在西面 那么这样的空间的概念 是建立在我们的生灭心的基础上 那我们只要还有生灭心 生住易灭 那肯定就有这空间的概念 既然有这个空间概念 我们开始就得要采取一个 事项上下手 艳离娑婆的苦 心求极乐的这种快乐 开始要从艳离心下手 艳离心求下手 艳离心求 那你最后中间 你的苦乐伤亡 苦乐伤亡 你就能念和蜀念打成一片 苦乐 净会的差异消民了 最终等你得果正的时候 最终也不住在非苦非乐 那就是一个登地菩萨 甚至八地以上菩萨的境界了 两边不足 两边就是空和有 都不执着 忠道也不安 忠道一般讲忠道非有非空 亦有亦空 对这个也离开 离世俱绝百费 就是进入到那种佛的 那种智慧的境界 这叫忠留两岸不拘 那么一般我们讨论 自信弥陀 唯心进度 它的含义大概就是内涵 但为什么这些学妙东西 我们有时候不去过分地去讨论 就是这些还不是我们目前的境界 但目前我们了解一下也有好处 了解什么 你了解的这个唯心进度 自信弥陀 你就知道禅宗和净土宗 它是没有两样的 殊途同归 下手的民庭设施不同 到家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二的 无论你是禅宗 无论是参话头 还是指指 还是摸照 你都要回到自信 这个自信你可以表达父母 未生前本来灭目 也可以表达皮落扎那顶上心 但是它就是那个不染一层的 不立一法的那个自信 那么这样的自信就是佛 那这个自信也就是禅 禅是境内的意思 自信的绝造就是佛 自信的境内就是禅 是不是 那这个你的净土 净土是从清净心里面 显现出来了 所以净土就是禅至净土 那你的禅 禅你不能离开世相 禅者是净土之禅 中风禅师把这两句话 是讲得很到位的 禅者净土之禅 净土者禅至净土 这就禅净不二 所以你不了解这道理 就执着你禅中很高妙 就诽谤净土中是着相 是心外求法 那你实际上是诽谤你的 自己的本觉的妙心 也是在绑佛 实际上你绑了你的心 绑了佛 也就自己诽谤了自己 自己的禅中 所以这些空腹高薪的 这些人是没有认真的思维 这里面的关系 好 请看下面 是广显 慈民属提 此则理之一心 权归上之 义服通服事相 取为顿根 理事一心 详见后闻 精畏自信为心 正直 精忠理一心不乱言耳 上至乃刻成当 顿根未能领和 故此一心 不专足礼 而亦通事 以事一心 人皆可行 所谓夫妇之 于不消 而欲知 欲能者也 如天普盖 是地普清 大造之中 无其无故 好 这个第四小段 就是广显 广泛的彰显 支持名号 属批的根基 那么前面讨论的 是很高谬的 理一心了 但要 我们不要以为 念佛就非得要到这个境界 才可以 因为 净土法门 三根谱 三根谱皮 利顿全收 事理相悖 因为念佛也有 事词 有理词 上面谈的理心 那就是上根立志 可能能够承担了 因为这个离心 它是离开一些长短方圆 离开一些青白黄 离开一些色相的 你是没有办法去讨论的 不可思不可意的 所以没有多生多节的净土 和般若智慧的这种善根 而且对这个法门 这个信愿 称民 单刀直入 勇猛精进 没有这样的善根 你是很难 切入到这个理一心了 理一心说实话 你现身就是圣人了 理一心不论 如果用天台话来说 祸破一品无名 那你至少是原教出著菩萨 那原教出著菩萨 有什么水平呢 能够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 视线八项成道 你说 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所能达到的 好 所以这里一定要谈四项的 可能我们念佛 不能物证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 只是以我们妄想性去念佛 妄想性念佛 有能念 有蜀念 有净土 有慧土 以我恳切的心 求阿弥陀佛来解引 艳离这个五座二世 心求极乐的联邦 这些 这是顿根 实际上我们都是顿根 我们这些顿根的 念力凡夫能够住得到的 才住得到 所以关于礼仪心和四一心 后面还会谈到 这个经文里面会谈到 所以现在上面谈到的 这些弥陀 唯信净土 就是后面经文谈的 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了 这个上根立志 能够承担 我等顿根 很难领和 但是我们一心念佛 不仅仅是谈理词了 也同于事相 事相上去念 人人都可以去住 义佛念佛 心不离佛 佛不离心 所以这里面 就有引用中庸的句话了 中庸句话是 夫妇知于不消 可欲知于能者也 这句话 为了帮助理解 也把这个全文 给大家说一下 中庸是一部 非常重要的著作 里面有段话就是 君子之道 废而隐 夫妇知于 可以欲知焉 及其字也 虽圣人 亦有数不知焉 夫妇之不消 可以难行焉 及其字也 虽圣人 亦有数不难焉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学鲁家经典 不知道大家学到这一道名 中庸 中为体 庸为用 体用的关系 中庸是我们中国的 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 所以这里讲 君子之道 就是君子属要奉行的中庸之道 废而隐 虽然它很崇高 但这个道 也能够散步到 农村的角落里面去 不是贵族化的 这个道是一切人 都能够去了解 都能够去修行的 不要说你中庸之道太高妙了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 无法气急 不是这个 废而隐 废而隐 你就在农村偏僻地方 夫妇之语 夫妇不是指一对夫妻的 夫妇就是男女 余夫余夫 他都可以欲知焉 这个欲就是能够得知 有资格去了解 去明白 这个中庸之道 为什么 余夫余夫 他也有圣人之心 他也有明德 那这个道 道德体 他也有 闻到中庸之道 他也心有气息 也有感发 所以可以欲知也 极其智也 就是对中庸之道的 到达那种 针锋造极的地步 那就圣人 也有所不知 中庸之道最高的境界 圣人也不能完全了解 但是余夫余夫也能够知道一些 好 那夫妇之不孝 不孝就是一个 这个很不成器的人 就水平很低的人 那余夫余夫虽然不孝 但是他也可以行持中庸之道 可以能行 但是中庸之道 你要做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那虽然圣人也有所不能严 他也不可能做到十分完美 他也有漏事 他比这个 好 这就说 你这个念佛法门 虽然等觉菩萨 他也可以去修 那么我这个余夫余夫 我也可以去修 等觉菩萨修这法门 没有下腻之修 觉得我怎么跟余夫余夫一样 他不会这样 他也觉得很自豪 我修了念佛法门 关键是这普贤文书都很自豪 但我们这些余夫余夫 我们修这念佛法门 我们有高攀的农药 你看文书普贤都修这法门 我也修同样的法门 我们觉得挺农药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法门就是 虽然像我们这样的 顿根的余夫余夫 很不成器的人 修行 你要修界定会 都很难修好的人 但是对这个净土法门 能够了解 能够相信 能够支持 能够成就 表达这里 那这个法门就像 天空 普盖一切 没有 东西不被 苍穹 天 属 普盖的 就如天普盖 四地普清 就像大地 清一切的 树木 花草 城市 俱乐 都在大地 属普清 用这个 比喻 比喻 阿弥陀佛的 大愿 这个大造 就是大功告成了 比喻阿弥陀佛的 微神愿力 在这个大造之中 弥陀的 愿力大造之中 没有一个奇物 就是 没有一个 不被射受的 没有一个 不往生的 你看 这不是赞叹到了 基点吗 所以这个 大家可以把 把这几句 背下来 如天 普盖 四地 普清 大造之中 无奇物 故 既然无奇物 那我肯定 也包含在里面 不会把我 漏下 你们都往生的 就把我拉下来 这个车子 你们都开走了 我没有踏上这个车 那就麻烦了 无奇物 好 请看下面 三感时 出总探 二别探 三结探 出总探 奈何 受余之辈 着势 而理无闻 小会之流 直理 而是 税费 着势 而迷离 内 蒙童 读古圣之书 直理 而仪式 彼 平氏 或豪家之劝 上年 佛辞 商批 自愈 今言 众生 不体佛意 有善教 无善学 故可探也 受余者 余而甘余 小会者 会而不会 良疑 事 于理起 理得 事争 事理交之 不可偏废 着此 直笔 绝必 等耳 好 看看这一段 这是通讯大义的第三结构段 感叹 时代 这种探 感识 分三小段 总的感慨 感叹 第二是别 这个特别的 开叹 第三是总结性的开叹 先看总探 这些都表明做莲成大师那种深沉的忧患意识 悲悯 苍生之心 前面所产识的念佛法门正面的书因妙果 利益无边 佛识广大 普色一切 但是 却有一些 一些人 有两类 守鱼之辈 这个鱼啊 鱼实际上倒也不是一个负面评价 鱼 本身并不能障道 如果你鱼知道自己 很愚笨 就像中英文说的 人 做一遍 我就做十遍 做百遍 笨鸟先飞 这也就挺好 大字落鱼 鱼不可及 那问题就在手上 你守鱼 问题在这里 守鱼就是 就是高推圣进 自己很自卑 觉得自己不行 化地治牢 这就叫守鱼 这个 学佛要由大丈夫气概啊 比一丈夫我一儿呀 一定要把成佛作为目标 那如果是守鱼之辈 你让他学佛是什么 让他成佛 不行不行 我哪成得了佛 我不行啊 我捏账重啊 我烦恼重啊 你叫他往生 你念佛能不能往生 不行不行 连退三步不行不行 我往生不了 你们都可以 我往生不了 为什么 我捏账重 我都不敢见佛 你说这些 这就叫守鱼之辈 有时候也挺可爱 他很谦虚 但是你这个东西麻烦了 好 这种守鱼之辈 他执着这个事项 对这个礼 原顿的道理 不了解 心佛众生等无差别 感应道教的原理 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的道理 他无闻 无闻也没有 也听不到 听了也不相信 一窍不通 对牛弹琴 他就落不进去 不能产生信心 这是一类人 好 小慧之流 就是这小慧呢 就是狂慧 偏慧 不是真正有智慧 你说 为什么叫他小慧呢 他有时候 他好像记忆力好一点 也能年善变 明相概念一大堆 都一谈起共案 头头是道 会多点书 但是他执着 执着这个礼 而这个事项上的修行 他废弃了 比如说 这个 寄心寄佛 还要去念什么佛 当下就是 还要求什么 十万亿佛杀之遥远的净土 皮诺扎那变一些处 当下就是 就是长济光 你说说 他就是 讲得正正有识 实际上完全不是他的境界 这叫执礼而是 是非修 不念佛 不求往生 好 但这里 两者比较呢 你执着事项而迷礼的人 就好像一个同 蒙童 就是小孩子 不认识 这个刚刚发蒙的 这个小孩子 读古圣之书 读上古圣人的书 比如你让一个有儿园的朋友 让他给他一部周易 上书看 他看半天 他看不懂 这就是 手于之辈 那么直理而一事的 这个小贵之流 这就好像是一个 穷秀才 在路上 在路上捡到一个大富人家的 一个仓库里面的账本 大喜过望 这仓库里面写了 又有黄金多少金 白银多少 丝绸多少 粮食多少 哎呀 你看我 多富有 是这样 好 那么上面谈到 粮土世尊 慈悲广大 诗色的净土法门 三根普丕 无论上根立志 还是余夫余夫 都能够得到念佛法门的益处 但现在是说 众生不体会佛的 这样慈悲的心意 这个粮土世君 有善巧的教法 如是桌 如是交 但是我们这些众生 不能奴实的去领了 奴实的去信授 奴实的去修行 无善学 或者执着自己的 愚痴化地为了 或者以狂愧去 薄无因果 薄无净土 这就身为可叹息 那么守愚的人 是愚而甘心这个愚 小慧者是慧而没有真正的慧 他都在士和礼 打成了两绝 殊不知 礼和事是辩证统一的 修行的事项 是依照礼体而生起来的 这种玄妙的礼体 要借助的事项才能彰显 你和事交相支柱 二者不能偏废 如果执着一点 着词之笔 这样的弊端 都是一样的 过又不急 好 请看下面 同盟欲全于 昏志未开 仅能读文 了不解义 所谓终日念佛 不知佛念者也 平时欲小慧 稀有窘人 陆佛陆祸一眷 见其属在田园宫时 金箔米树 种种树木 大喜过望 智云巨富 不知属他人宝 于己何事 所谓虽知 既心即佛 盼然心不是佛则也 事故约理 则无可念 约事则无可念中 勿故念之 以念及无念故 理事商修 即本志而求佛志 夫然后谓之大志也 前面谈同盟 就是比喻那种鱼吃了 全鱼 是由于他这种 这个蒙 没有蒙昧的状态 还没有开显 所以他只是能读 经文的文具 不了解经文的法义所在 所以他虽然终日念佛 由于你不知道 他不知道 当下就是佛在念我们 大师菩萨讲 十方奴来 连念众生 奴母一子 我们念佛 殊不知佛比我们念的 念我们更为恳切 念了十大节 念念希望我们赶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不留下这道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念佛念得很枯燥 很乏味 觉得我念佛 这个佛跟我是什么关系 我在这时候 我说念阿弥陀佛 又都有什么作用 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他就念得不亲切 没有奴子异母的这样的情怀 他不知道阿弥陀佛念我们是 奴母一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 你只要奴子异母的去念 马上这二念就交感了 所以这鱼就鱼在这个地方 好 平事 平事就比喻那个狂会 偏会 那么这有个小公案 就原来有一个 迥人就是很贫穷的人 吃饭都吃不饱 天天琢磨着怎么 吃了这一顿 下一顿就要想到 怎么去解决的这样的人 这种人 而他在路上 后能复到了 捡到了 一个 这个账本 账本看在上面记载着 田园多少某 多少宫殿 多少好房子 多少黄金 多少丝薄 多少大米 种种树木 他就大喜过望 高兴坏的 我现在是大富人 骤然富贵 现在你只是纸上的东西 你怎么就是富人 这就是今年讲的 你是属他人的珍宝 跟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在银行做个职员 天天都跟钞票打交道 你不能说你天天跟钞票打交道 你就是大富人了 你无非是给你工资高一点而已 那个仓库里面保险柜的钱 又不是你的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就比喻 虽能你知道寄信寄佛 你寄信寄佛 但是当下你的心 你跟佛相应吗 你是佛心吗 我们从他的信德来看 我们具有佛性 但是从我们的烦恼的层面 我们还是念力反复 我们充满着污染 分别 执着 你不能说听到既佛 既心 既心 既佛 我就是佛了 那你说这话 就大妄语 就马上成立了 那次要下阿比地狱了 你怎么就是佛 我们说我们本具佛性 要通过修行 破见或是或成杀 或无命或断尽 你才是佛 他要这样表述 你不能说你当下就是佛 这就好像你一个穷人 看到账本 你就是成了一个巨富一样 所以这样的 从理上来说是无可念 因为心本离念 但是在事项上 在无可念当中 我要直善 要专念阿弥陀佛 而且你当下念佛的本体 也就是无念 这就是事即理 念即无念 如果你舍这个念去求无念 这是求不到的 就好像你求这个水 你离开这个波涛去求水 你离开这个器皿去求黄金 这叫断灭剑 不是真正念的本体 不是真正无念的本体 所以理和事要伤悖 这叫疾本质而求佛质 疾本质而求佛质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本质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智慧 那么佛质是要 这个本有的智慧 从信德的层面说 佛质是从修行之后 显发的果地上的 叫我佛的智慧 就近成佛的智慧 那么我们的心是真妄交测 就是阿赖耶斯 阿赖耶斯一心具足两门 心真罗门 这就是佛心 还有心生命门 这是我们的繁心 要集这个生命门的繁心 来修行建这个佛心 这就是理和事要伤修 这就是基本质 集我们本有的智慧 而求佛的智慧 那么我们的念佛 就是这个念 是我们的始觉的修行 佛是我们本有的觉性 念佛就是始觉和本觉的互动 你最后的始觉和本觉完全吻合了 那就是究竟觉 究竟觉就成佛的智慧就得到了 你这样能够理事相辈去住 佛制要通过断烦恼而显发的 要通过修正而成就的 要从烦恼里面出禅 出禅炉来障 你要出禅的过程就是始觉 那么始觉和本觉和本 才叫究竟觉 究竟觉你才有佛的智慧 所以佛的智慧 就是从修行 事项上的修行 才能得到 这就是天来讲的理据事兆 你本体上是具备 你事项上去做才能获得 你这样才叫大的智慧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